台湾新冠肺炎疫情被海军磐石舰冲破 全舰377人已经有31人确诊 中国国民党执政县市拉高防疫规格 却意外的挑起了与民进党当局之间的冲突 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员林书玲文章指出 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求对一线医护进行普筛 以及蓝线市封城兵推都遭到了绿营严加批判 凸显民进党对国民党还是有所忌惮 蔡英文拿下817万票连任后 因两岸关系台湾经济接下来都有大难题 并没有那么从容笃定 台湾这一次的政治氛围改变的分水岭 是海军舰队染疫 民进党开始狠打韩国瑜和蓝营县市长 然而多数理由都打得莫名其妙 例如韩国瑜主张对一线医护进行普筛有什么错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陈秀希 在4月初级主张台湾要普筛才能控制疫情 岛内一届持类似主张者也不少 最明显的就是欧美疫情这么严重 从美国反台班级常有已确诊者回台治疗者 很多人主张欧美反台者应该要普筛 然而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还是认为没必要 台湾行政部门副负责人陈其迈 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篇长文 反对韩国瑜的普筛 理由是伪阳性可能会引起巨大恐慌 造成整体医疗体系过度的负荷 学校公司机关恐惧的冲击 各公司机关实施分流上班 甚至是停班 更重创已经奄奄一息的产业 底下有网军留言再加码 韩国瑜是在配合大陆的指令 推特上面的大陆人都在鼓噪台湾做普筛吗 普筛真的没有帮助 不能防疫也不能治病等等等等 整个绿营这几天都在打韩国瑜的普筛 又把大选时骂他的草包再次给搬出来 普筛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做 美国一天确诊打三万人 可见其普筛量非常的巨大 难道只有民进党当局聪明吗 其他做普筛的都是笨蛋 还是台湾不普筛是有其他的理由呢 再者绿营反对封城兵推也是让人看不懂啊 民进党当局这一次的防疫最自豪的就是 所谓的超前部署 早早的禁止大陆人赴台 禁止口罩出口 封城兵推也是超前部署 为什么就不行呢 一般人看到盘事件染疫 马上就联想到邮轮和美国航母染疫 扩散力惊人 更因官兵提前下船进到社区活动 接触者上千人万一爆开 就是可怕的社区感染啊 而封城呢可能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台湾从来没有封城防疫的经验 地方部门提前因应写出封城作业程序 找来相关部门开会兵推演练 这有什么错吗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世忠 这一次呢之所以能取得高满意度 很重要关键啊 是谈专业少政治能安定人心 但是遇到疫情的翻转以及韩国瑜等蓝营县市长 陈世忠呢也变了 可见气势如日中天又有网军做外挂的民进党当局 心里还是虚 还是忌惮国民党 绿营在军舰染疫之后呢 又有一波追打陆军退役中将吴思怀最明显 国民党连着两届大选落败 在立法机构席位数少 形象跌落 甚至被认为是没有翻身机会 但是从民进党最近的反应来观察 或许也并非如此 过去一段时间 台湾蓝绿两党的起托 通常呢不是表现好的取代表现差的 而是台上被讨厌被拉下来 蔡英文2020大选拿下817万票 得票率57% 其实很强 谁又知道他攻顶后能在封顶上站多久呢 尤其绿营现在的危机很明显 两岸关系不好又不断升高抗中 台海战云密布 接下来ACFA如果停掉 工伤农余业将会受到重击 蔡英文的第二任呢 肯定会比第一任更为艰辛 民进党会害怕也是有原因的 别看现在绿营网军啊 是想出征谁就出征谁 但是接下来 民进党如果没有能够好好处理 手上的难题 逆转往往就是在一息之间 新华两岸快乐视频 我是李璐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